请帮老虎拔牙 森林里老虎牙疼 疼得要命 小动物们很害怕 怕得要命 为什么呢 老虎一牙疼 脾气就暴躁得要命 谁要是惹了它 可没有好结果 救救我吧 谁来帮我拔掉这该死的牙齿 老虎突然哀叫起来 堂堂的老虎 从来没有显得这样可怜过 谁来帮它拔牙呢 在森林的历史上 还没有谁干成过这件事 据说 琢磨鸟的先祖 曾为这只大老虎的先祖 干过这事 但没成功 那次拔牙 琢磨鸟大夫使了很大的劲 就在牙快拔下来时 老虎疼得受不了 发怒了 使劲一病嘴 琢磨鸟大夫的脑袋 就不明不白地掉了下来 如今这只老虎又要拔牙了 琢磨鸟大夫公开表示 他绝不学他愚蠢的祖先 去帮老虎拔牙 白白送死 但如果没谁帮老虎拔牙 老虎照样会发怒 就是有谁帮老虎拔下了牙 老虎以后吃肉时 发现牙少了 嚼肉不方便了 它也会发怒的 老虎是从来不讲道理的 怎么办呢 还是狐狸聪明 它想出了一个主意 它先请老虎把眼蒙上 然后请老斑马 献上一根粗粗长长的马尾巴棕 狐狸把马尾巴棕的一头 删在一棵樟树的树册上 然后有胆大机灵的小双树 以最快的速度 把马尾巴棕到立头 附在老虎那颗已经摇动得 很厉害的病牙上 这个危险的动作一干完 小松鼠掉个身子 把蓬松的尾巴往老虎鼻子里一扫 老虎鼻子痒痒的 忍不住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 RT 喷嚏打完 那颗摇动得厉害的病牙 早就悬在张鼠枝上了 老虎得救了 大伙太平了 要是有一天老虎后悔 爬掉了一颗牙齿 那就让它怪自己打喷嚏吧 那就让它找张树穿杖吧 它毕竟不能把张树吃掉